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赵丽颖春晚造型朴素却高级,一身白色国风墨竹礼服,尽显端庄优雅。 每年大年三十,最受瞩目的就是当晚的春节晚会了,而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,自己喜欢的明星上了春晚更让人关注,精心打理的妆容加上漂亮的礼服,一出场就让人喜爱不已。 而在这次春晚造型中,赵丽颖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,在大家都穿得红红火火的时候,她却以一身白色国风墨竹礼服低调亮相,朴素却不失高级。 说起春晚,大家最先想到的造型肯定是红色造型了,寓意着红红火火,喜庆又欢乐,大多数明星也都以红色造型亮相。 所以当赵丽颖以这一身白色国风造型亮相时,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,显得十分别致和朴素,关于她的话题也是立马冲上热搜,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,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她的这身造型。 其实赵丽颖的这身十分简单,大面积的白色只是在胸前点缀了墨竹的设计,简约大气,却又干净利落,加上这些年赵丽颖越发的沉稳内敛,气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 赵丽颖起这样的造型来说,丝毫没有压力,而且越是这种简约的造型,才越能体现出穿搭者的气质,赵丽颖驾驭得非常好。 领口位置设计到脖梗一半的位置,不过赵丽颖的脖梗本身就比较修长,所以一点都不会给人脖子短的感觉,反而愈发衬托的脖梗修长,良好的站姿体态,也很为赵丽颖加分,让她驾驭起这样的款式来毫无压力。 袖子采用了短袖样式,露出赵丽颖纤细的戈北,上半身修身的设计,勾勒出纤细腰身,虽然赵丽颖如今已经三十加了,也身为孩子妈,可是一点都看不出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,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,身材好的令人羡慕,气质也愈来愈好了。 头发扎成丸子头,露出圆圆的小脸蛋,耳边再留一点头发修饰脸型,看上去十分减零,皮肤白皙有光泽,加上精致的妆容,一抹红唇勾勒出好气色,一举一动都气质出众,特别是这张手提裙摆的侧身照,体态太绝了,颜值也超能达, 这样的赵丽颖美得端庄大气,优雅高级。赵丽颖春晚造型朴素却高级,一身白色国风墨竹礼服,尽显端庄优雅。 那么,你们喜欢赵丽颖这次的春晚造型吗?觉得她在节目中的表现怎么样呢?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再见